你好… 這位是疑科專科醫生 曾詠欣醫生 曾詠欣 你好 曾詠欣 以我所知, 這個年代的小孩 比上一個年代高了很多 是否身材矮小的個案是少了 不可以這麼說 因為一群小孩總會有高、小顆 所以我們總會有三百分之三的小孩 都是列入為矮小的情況 你說身材矮小是三個百分之三 其實算不算是一個病呢 我們不會統一說矮小是一個病 因為要視乎背後的原因 大部分其實都沒有病理性 如果這麼說, 導致身材矮小的原因是甚麼 即是先天還是後天 問得很好 其實我們常見 通常是因為男生比較遲開始發育 遲開始飆高 所以他們當時會列入矮小的階段 但到他們發育、飆高, 又會正常 第二類別比較常見就是可能是基因 父母或家族的家人都比較小顆 他們也會取得那個基因 但我想說, 我看到父母很少 但生一個小孩出來後來又很高大 對, 所以其實基因也不一定是全都拿 其實身體上的基因不同 所以不一定父母小顆就等同他們小顆 但又如何確定真是找到原因 我為何會這麼小顆呢 原因是如何確定的呢 明白, 一般我們就要… 首先問一個病歷 即看看別小朋友出生體重 如果他們出生體重比較輕 也會影響他們將來發育的高度 第二就是看看他們發育的時間 以及家人的高度 而且我們也要做詳細的檢查 就是看看會不會有病理性的眉目 找到這個原因 那這個詳細檢查是做什麼呢 一般我們就要看身體檢查 另外, 如果我們覺得有需要的 即是非生理性的矮小 我們一般都要驗血 以及可能做一個叫骨靈檢查 骨靈檢查是怎樣的 對, 骨靈其實是一些X光 是… 這樣吧 我今天帶了三張X光片 分別這是最年輕的X光片 是 這個大概是七至八歲的 但中間這幅大概是11至12歲的X光片 最後這個大概是15至16歲的X光片 我們看到骨靈其實是… 你看到這裡有些虛弦 可能這個比較清楚 黑色這些, 沒錯… 這些其實就是我們的生長骨板 骨板? 對 它裡面有些細胞是用來做骨 當它隨著不同時間的時候 它就會開始增生 中間這個是發育 所以你看到骨板的位置比較闊 而且也有一些尖端位 是有一個想閉合的跡象 而且脈明顯已經縮短了 對 對… 最後這個其實已經完全看不到 那條虛弦了 是 即是它已經閉合了 它長高的能力其實也很有限 是的 但我以前經常聽媽媽說 說女生生理期來了之後 就等於骨板閉合了 就真的不會長高了 這是真是假的 其實就不是完全正確的 因為來了生理期其實也還有長高的能力 不過是真的會減慢了 會減慢了 對 會減慢了 但一般來了經期 還會有大概幾厘米的長高 很可憐 對, 幾厘米的 但你說閉合了就不會長高 有否說什麼年紀的小孩閉合了 就代表他需要醫治 一般我們其實要在閉合前醫治 因為一閉合了 醫治的能力或效果已經不理想 所以我們最好, 如果閉合 女生14歲左右就閉合骨靈 我們說骨靈 如果男生就大概16歲左右 但我想知道 你說骨靈剛才說14歲 但很多到17、18歲 都能長高, 為什麼呢 對, 是因為他們持發育 因為骨靈跟實質的年齡不相同 大部分都差不多 譬如我們11歲的男生 可能骨靈照出來 就可能10至12歲 但有些真的可以年輕2、3年 甚至4、5年我們都見過 所以阿美來說 那個應該是持發育 變成他17、18歲 還有長高的能力 剛才說完詳細的檢查之後 如果真的一個治療的方法是怎樣 一般我們就要看什麼原因 就是什麼原因矮笑 如果是需要治療 大部分是可能因為生長激素缺乏 又或者自己本身是病理性的原因 通常我們說是生長激素的治療 是打針的形式 生長激素其實我自己作為媽媽 也有很留意這方面 我聽說的就是在一段時間 例如晚上10至2時 凌晨5至7時 生長激素是最多的 那時候小朋友熟睡會長得多一點 是真的嗎? 對 是真的… 對… 很好 所以我們也很建議 小朋友要早點睡覺 因為真的在10時至2時 生長激素比較旺盛 即是10時可以睡嗎? 10時要熟睡… 我女兒弄成過小時才睡 我9時就要上床 沒錯… 但我們這些年紀 打生長激素是否沒用了? 對 因為已經是剛才的骨瓣 生了的圖片 所以其實再打也沒用了 但本身生長激素的針 效果是怎樣的? 這個效果其實是… 看看你是甚麼原因 如果你是病理性的原因 譬如說生長激素缺乏 或者一些綜合症 其實效果真的很理想 我們說的 平均是6至10厘米的增長 打這個生長激素 有否有副作用呢? 其實生長激素整體 也是一個很安全的藥物 還有副作用 我們也可以因為調校的劑量 會慢一點去減少 常見的例如是頭痛 通常一般如果慢慢增加的份量 其實是可以減少頭痛的副作用 另外比較常見的 就是他們的血糖會偏高一點 但也不是影響到他們日常生活的 亦會因為我們停止了生長激素 可以逆轉 但我又想問一下 除了打生長激素之外 如果用一些自然的方法 可能是飲食方面 又或者做運動方面 有否能幫助呢? 其實大部分小朋友 都不需要用到生長激素 因為他們是正常的 所以對,多做運動 均衡飲食 絕對幫助他們 去到他們應有的高度 有否例如游泳、跳高 這類是特別掌高的呢? 哪些運動未必有大幫助呢? 整體我不建議做負重式的運動 即是沾沾? 對 刺手疲說很重 五歲就不要舉壓力 為甚麼呢? 我覺得是這樣 如果這樣是可以的 但是運動員的舉得很重 就不太好 這真的會有少許影響他們的高度 為甚麼呢? 因為他們輕壓到骨 增加增長的能力 但其餘的, 游泳、打球、跑步 全部運動都值得做, 也有幫助 是否多點鈣 曬多點太陽也會好 整體不會額外幫它們高 但如果你本身比較簡陰摘食 或者你不喜歡戶外運動 我也覺得是可以的 阿羅, 最後我想問你 在你接觸過的兒童 例如平均治療的時間多久 要看牠們什麼時候開始 如果我們看見牠們長側的 五、六歲開始 真的可以打七至八年 因為要打到牠們的骨板衣 明白了, 加上可以留意一下 最重要是要安排小朋友 早睡、早起, 多做運動 今天謝謝曾醫生的講解 謝謝